好天气冷大家都开始穿这些发热衣了 也因此业者向重这商机 产品是霸霸旧 很多人都不晓得该怎么样来选择 甚至有人穿了发热衣 居然引发了过敏性的湿疹 其实这真的非常重要 怎么样把我们身体里头产生的湿气给排出去 然后留住这温度呢 其实现在画面上有一个 网络上有一段影片 这个发热衣非常的厉害 这个水浸不进去 但里面的水气居然可以轻易的散发出来 MIT的产品在网络上 大家看了就惊叹 这科技的进步 让这产品变得好聪明 寒冷的冬天 很多人会选择穿上号称能发热的保暖衣 不过市面上多数这样的衣物 并没有针对排汗做特别的设计 导致不少人引发湿疹等的皮肤炎症状 基本上温度高 闷热都会 那当然不只是发热衣 只要你穿的太闷热的衣服的话 然后又加上流汗 就很容易产生过敏的反应 那我们就要过敏性试证 其实要保暖 就是要让人体温度不湿温 而且要让湿气可以排出 像是这款的保暖衣 它独特的灭料设计 让水气轻松排出 这神奇的保暖衣 还有独特的防泼水功能 就算我们把咖啡泼上去 再用面纸吸干 稍微擦拭 完全不留痕迹 而且表面依旧干爽 这个衣服本身的材质 跟我们在织这块布料的 这个布料组织上面 这是我们的know how 那我们就是让 在布料上面做了一个单行道 让你的汗气是可以 很容易的出去 但是当那个水分 跟水气要进来的时候 它是会被这个 本身的材质给挡住的 尤其是贴身衣物的排汗功能 是最重要的 选择透气性加的保暖衣 才能有效保暖 而且避免皮肤发炎 造成的麻烦 感谢观看